各位们好 我是中国的全球贵意强放 现在是2022年的6月2号的凌晨 1点25分 在中国现在已经是人们进入冒险 但是不在这个地方 是没有高盛的 我在这个地方是 包围斯瓦尔群岛的守护 朗伊尔城 大家看一看 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朗伊尔城 这个守护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太阳高高的灌在天空灯上 看一下哪个天空灌在天空灯上 这里冬天是人下十五度 今天还是六度不算是特别的冷 不是特别的冷 大冷风呢 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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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就带大家呢去看一看 明显呢通过这些镜头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就在朗伊尔城 朗伊尔城 朗伊尔城 为什么会到疑点钟了 疑点到钟了 太阳还高高的 挂在天空上面 很奇怪吗 但是这个呢缺缺缺死死 就是1.15分 我们还看到 有人呢在跑步 在运动 出风呢特别的大 这个呢就是 看一下 大家呢 在这个地方呢 看到了 所以 这个 这个 把这个城市的幅画 城市的景色呢 先推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现在风的特别的大 整个 这是 海 看到我的牌子 这是呢 哎 冷月尔城 十万 啊 这边呢 是他的住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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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一看照呢 我就住边了 好 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我们的景点 背面的 那就是 我们的 宝物馆 她 来了 噢 这边 而已 之前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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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och 這個狗的,有綠色的,非常特色的,非常鮮明的 因為它叫這樣的,綁路的,在這裡,具有這個鮮明的 這個,朗利爾城,是摩維斯巴的 斯瓦爾巴尋島的首府 它的,主城區呢,是在那裡的西斯坪,是威爾根島,北地島,埃及島,巴能之島等主城 把這幾個島人,這幾天,也有限地去撞了一下 位於北極圈以內,巴能之海和格陵拉海之間 首府,這個就是朗利爾城呢,就是位於蓋西亞,島上多沙土,氣候寒冷 這也就是它的生物的多樣性和生物的特殊性呢,讓很多遊客呢,到這個地方來 斯瓦爾巴呢,65%的地區呢,都被作為呢,自然公園保護 以維護其獨特的動作物資源 這個斯瓦爾巴群島是最接近北極可居住的地區 總面積的是6.2瓦平方公里 居民約有三千人 1925年,時任中國北楊政府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呢,派遣特使 以法國巴林的代表簽訂呢,中國政府 斯瓦爾巴條約,該條約的長期有效 賦予所有的中國公民自由,進出該地,無需簽證 就可以在島上充實任何非軍事的這種行動 而不需要呢,任何的向任何國家申請的這個條件 但是有些小粉紅呢,是不是說呢,這屬於中國的分別不是 這個,法國,英國,他們在1921年就簽署了 中國是1922年,我們在簽署了,中國呢,有文的文 這個島上呢,有15所,大概6所,9點和1萬吧 這個還是不錯的,我入住這個9點,你還可以 還有呢,就是它那個,這個特別好 就是那個,這個,這個,就是那個,什麼呢,就是那個 這個,呃,它的酒店呢,這些設施呢,現在呢,現在都還不錯 我走過來呢,主要是呢,想讓大家呢,看一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就是他們呢,在這房子 在這一帶,屬於居民住在去了,居民住在去了 居民住在去了,居民住在去了 那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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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島呢,主島呢 這個主島,因為呢,我剛才講的這個,他們入住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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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啊,就是這個島呢,就是 綁葉爾城呢,它是位於哪一個呢? 這個,位於這個,這個,斯瓦爾群島的一個大島 叫,斯匹赤貝爾根島,啊,斯匹赤貝爾根島 也有稱之,也意為了斯匹赤貝爾根島 它是呢,挪威斯瓦爾巴群島中最大的島嶼啊 這就是,現在我走進來的這個最大的島嶼 靠近北基,啊,靠近北基 這個是,荷蘭大寫家,班人制定 1996年6月19日,首先發現的,斯匹赤貝爾根島有急咒 就是4月到8月,啊,也就是我現在來的時候 4月到8月呢,是沒有晚上的,啊,沒有晚上的 所以昨天我到了之後,我覺得很奇怪,我怎麼天老呢 是亮的呢,不太累了,就睡著了,那麼他也有氣正就必須了 7月呢,7月呢就是,啊,從11月至1月,啊,那就是,完全是黑夜了 6月緊張是可以拿到資產,啊,蒐拉穆 Slado 還在山塞子的黑夜,大喜倆的水潮,能夠自己 新疲是跟,那就是,遊樂市新疆,成為 publix, 和人群島被季磊,滋地幾十月的發現,一天,六月拍 所以我們把船 沉船來這裡衝鑊 衝鑊在那邊 這個國館 中國的確實穿蕩競爭沒有好強 所以這些島內 什麼事沒有辦法 到這裡最多是俄國人和挪威人 那麼實際上現在的主要是挪威人參同樹 但是挪威的國林肯定是不齊 鑽這些房子讓大家看一下 就鑽到這邊 這個大家如何爭奪這塊土地呢 打了下去 吵了吵去 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後來大家套下滑架呢 終於形成了一個可以接受的條約 可以接受的這個條約 這個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因為我現在風特別大 我這個手很頭 就搖搖晃晃的 對不起大家 大家也大事也覺得 怎麼這麼辛苦來陪這段時間呢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一下 這就是海 這就是他們的入住的 那麼現在我介紹完這個斯瓦爾巴群島 現在呢我就在介紹這個主島介紹完之後 現在我要介紹這個朗伊爾城 朗伊爾城就是現在我在的這個地方 是它的這個首府 它就位於阿威淑迪斯瓦爾巴群島 剛才我們講的介紹的是 這個斯瓦爾群島和這個主島 這個首府的這個島 斯瓦爾巴群島 我們介紹完了 現在我再把這個朗伊爾城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朗伊爾城呢 它就位於阿威淑迪斯瓦爾巴群島 最大島的斯瓦爾巴群島 是該去北島的首府 提出了北緯 78度距離北極點 有1300米 千米 是世界上離北極最近的城市 被列入世界紀錄 當伊爾城居民 大海內有人流過 1800米人 當中挪威人居多 俄羅斯人仍然赤字 你看這個 我們前台的行為 來都是 俄羅斯人還在挪威人 還在挪威人 還在挪威人 朗伊爾城是世界上唯一的 一個被判定是 完毀的城市 除非出事 因為這個病人和年齡大的人 老年齡大的人 老年齡大的人 離開 阿伊爾 可以到其他 治療回來 這裡呢 並且呢 還有一個 特別的禁止 婦女在這裡生孩子 懷孕 懷孕 領產前一個月 也不去離開 夏季的 老年齡二城呢 會有多數有無可再次 創機呢 去追求歡迎 就是我學生的認識 這個 這個 皮色跟呢 這個區島 呢 有些地方可以 駕駛 駛車 滑溪 所以特別 這個可以 在這個地方 這個為什麼 這個地方會禁止嗎 為什麼會禁止嗎 為什麼會禁止 死亡呢 因為 它這個呢 65%以上的土地呢 都是非常之 動的 人的屍體埋下去之後呢 它不會腐化 如果不會腐化之後 這個人 本身有 帶有病菌 那麼呢 它就會可能對 未來的人們呢 造成危害 所以呢 它就必須啊 這個 不能讓人 死在這個地方 這是它一種 看上去 有病菌 人性化的 軟硬性 但是實際上 啊 這個是 不得而以為之的 辦法 我做哪一圈啊 那沒做 因為呢 你說大不大 說小還不小 我自己買進去 那就是 我管 看到了嗎 現在還是 因為它就是沒有晚上嘛 現在呢 它就是這個 都是白天 有的人還在跑步 有的人還在六個步 你看 啊 對面那種小床 一動動動的那種 就是有些 去家啊 打工啊 工燈啊 這些入住的 這裡有些礦 可以開產 這就是他們的滑雪車 別人我們沒搞懂 就是滑雪車 滑雪車的這個 英文名呢 Snow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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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滑雪車 Snowmobile Snowmobile 沒有搞清楚 剛才能問啊 你看 錢太小繭了 才知道搞明白了 看到沒有 那些 一動動的小 木房子呢 就是有名字 整個斯瓦爾拉群 都是上去的 但是在這個 這個 上面呢 就是最大的島式 這個城市呢 這個城市呢 打北 我是找不到的東西 現在還不一定的 現在太陽呢 現在太陽呢 打不明白了 太陽呢 繞到這邊來了 西邊到這邊來了 反正呢 它這個 東拉西白 我基本上走完了 就是這個島 我每天都喜歡運動 也喜歡走 所以呢 感覺呢 還是走了不少的地方 看見了 街頭前面 還是有三個人在走 現在已經是超過兩年了 還有三個人 四個人在走 這就是剛才我走到這個鏡頭 啊 我一直走到那邊 這個煞焦區 別看這個路上 還是 也有遺憾 這邊呢 那我又走到這邊 這個鏡頭走完了 就拍了很多的錄像 啊 現在呢 我們可以呢 這個很高興的告訴大家 我已經把這個小島的主要的 都跟大家做了介紹 這個 這個 這裡的 人們呢 你在街上 主要呢 看不到太大年級的老人 如果年紀大一點的老人 也是那些遊客 在這裡呢 居住的老年人呢 如果你退休了 你必須有足夠的基金和錢在這裡 才能夠在這裡居住 如果你沒有錢 那你就得走了 如果說 你在這個地方 要死在這個地方 是違法的 你在這個地方 小孩也是違法的 除非 猝死 那沒有辦法 那個呢 就在這裡了 好 我就走回我的酒店 走回我的酒店 走回我的酒店 我就在裡面 再簡單的做一點 介紹可能 坐在棺裡面 可以嗎 這個地方太大了 唉 這個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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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你可以 好 那 怎麼 好 好 可以吃 不太快 可以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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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